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文杰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杰 今集想跟大家講一件事 就是鍾翰林和劉祖迪這些移鷹黃絲 他們被通緝 又在搞屎棍 可能要收錢 要邀功 向老闆投誠 在英國搗亂香港搞新春酒會 結果這件事為英國官員帶來麻煩 即是賭米 不過他們如果不是賭米 如果是賭錢 賭得盛的話 他們怎麼會這麼輕易就來香港呢 到底這件事是怎樣的呢 他們到底在新春酒會搞了什麼事呢 我們一會一起去看看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讚好留言訂閱文杰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鍵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首先我們香港駐倫敦的經濟貿易辦事處 就在倫敦晚上13日 即是遞用我們香港時間14日的時候 它迂行了農曆的新年新春酒會 一大批香港的黃絲、黑暴、潛途人士 都在抗議 包括已經宣布了潛途學生動員召集人 中韓林 亦都被稱為黃珠峰2.0 以及被我們香港國安處懸紅通緝的 那件攬炒吧劉祖迪 他們這邊這班人示威者 就在國宴廳門前面 就放在香港的特區區旗 令到有部份嘉賓不知情之下 就踩了區旗 再進去新春酒會的場地 說真的 他們又說他們自己是香港人 他們自己都不尊重區旗 還要把區旗放在地上任人踐踏 甚至乎把區旗放在地上希望人來踐踏 還說他們自己愛香港 他們根本是不愛香港 你看到他們的行為 有哪一項是告訴大家愛香港呢 中學林在Facebook裡說 他聯同其他暴亂人士 在酒會場外示威 並且說中國駐英國大使館公使楊曉光 曾經到場 根據美國之音的報導 楊曉光一行的人士一度在外面等候 在記者詢問之後 他們就走進去牆裡 說真的 你在門口那裡 就做個門口狗 在那裡吠吠吠吠吠吠 你是這麼厲害 你走進去呀笨 你又不夠膽 只可以在那裡做門口狗 有什麼用呢 是不是 報導裡面也說 出席的奔客包括 前港督惠逆 以及前香港行政局首席議員 鄧連儒 鄧連儒離開的時候 同行的老公 還有他的身份 是前香港的律戰師 唐明志曾經想著跟一些示威者爭論 說他們不尊重活動 說他們不尊重香港 但是鄧連儒 就叫他老公 不要跟狗爭論 不要跟狗爭論 即是不要跟他們辯論 片段所見 那幫暴亂者 就持續在喊口號 那幫罪犯 並且在國宴廳的門外 擺上香港的區旗 令到有些嘉賓入場的時候 看不到 就淺立了而過 跟著那些示威者 在狗叫 good job 等等 這些狗的行為 除了他們 我相信沒有什麼人 可以做得到 有些報道指 美國之音的報道指 有一班香港的示威者 在倫敦抗議香港 經貿辦搞農曆新年的新春酒會 令到中國駐英國大使館公司 楊曉光一班人 在外面 等他們瘋完 等門口狗瘋完 就沒有入場 最終見到他們瘋得沒力瘋 瘋了 他們就入場 入場的時候 就被記者阻撓著 希望 阻撓他們 阻撓他們 讓你沒那麼順暢 問問他們 是不是大使官的人 你也認得 那你就問 笨 接著繼續 高叫口號說出席的人可恥 支持種族滅絕 又說要光復香港 光復西藏 光復維吾爾 等等 又說要自由 民主等等的東西 你這些東西 你在外國說沒用的 你就回西藏說 你就回維吾爾說 你就回來香港說 連回來香港 踏足我們中國土地都不夠膽的人 是否應該更可恥呢 我們現在 在別人 英國的地方 搞我們中國農曆新年的酒會 這是好事 可恥的是否他們 連自己中國人都不夠膽認 當然他們有時候會認 有好事的時候 那是否更加可恥呢 是不是 這個宴會有200人出席 那 這班人其實都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 總之就希望將這件事搞到 有那麼亂的那麼亂 令到有些記者曝光 曝光了之後 當然我們要聲討一下這些行為 大約7點10分 美國之音的記者發現 中國駐英國大使館的公事 楊曉光及一行的人等等 在在場的外面等候著 他就說懷疑 想避過這班示威者 先讓他們瘋狂 沒有入場 然後美國之音的記者 看見他們走 就問問 喂你們是否 中國駐英國大使館的公事 這樣 你也認得 我都不明白他問什麼 出席的有 前港奧衛苑遜著視 接著就是 我們香港行政局的首席議員 鄧連儒 這些都是一些比較 真是愛香港的人物 他們都會在英國 完全不理他們的政治壓力 你猜英國不會給他們政治壓力嗎 他們完全不理 這是好事 鄧連儒的老公 是香港的前女政司 他做唐明智 最終見到示威者 說要人權 要民主 要自由 但是他就阻礙人 操作人家 就阻礙人家 去行駛民主自由 等等等等 然後想著 這唐明智 就把他們 趙走趙走 鄧連儒就叫老公 你別跟他們爭辯 他們不懂英文 是啊 那倒是 你和鍾翰林說英文 I am... Mu 這樣了 所以說真的 你和這班人說 你和他們說道理沒有意思 所以等於有些門口狗 在門口罰人的時候 你不會理你的狗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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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你罵你罵那隻狗 那隻狗是不懂聽 要繼續廢的時候 你也廢時來牠 算了 不懂聽人話 這隻狗 這次的情況就是這樣 因為裡面有出席的人士 用手機拍攝 在外面的人 外面的人馬上怎樣 沒有面子見人 什麼意思呢 就是拿些東西 這樣 借助自己的臉 又要威又要戴頭盔 是不是 為什麼現在 除了之外 有一些出席者 離開的時候 看到他們抗議 就說 支持你們 繼續 繼續 不要走 那些示威者說 多謝 你究竟懂得聽別人說什麼 隨便 OK 更加 比我們香港 懸紅通緝 潛逃英國 的劉祖地 對美國之音說 就會邀請包括 衛逆信和鄧蓮如等等 政界知名人士出席 他說 今天最主要的目的是 希望引起本地政壇 或者本地新聞 去關注香港經貿辦 濫用他們的外交豁免權的情況下 搞這些活動 蛤 噢 噢 現在無論在英國、美國、加拿大 或者其他地方 香港經貿辦 都在濫用他們的權力 為到中國和香港政府 去做一些遊說工作 去粉飾太平 講好香港的故事 噢 那難道怎樣 這些叫理職 是不是 當然 這個 劉祖地都在理職 很明顯 他是要 唱衰我們香港 他在說唱衰香港故事 那我們不可以講好香港故事嗎 沒有說不行的 如果我們真的要 所謂濫用的外交豁免權 那怎麼辦 我們一定在門口那裡 找一班人圍著你們 把你們全部抓進去 搞宴會的地方 移交過去中國大使館 那我們就是所謂的 用了我們的外交豁免權 直接拉軌它 是不是 不是 就算不然也先打開 是不是 這些就是 運用外交豁免權 我們根本沒有用過 OK 真的 同樣潛逃英國的鍾翰林 對美國之音說 希望透過示威顯示著 香港已經不再過以前的香港了 他都不知道在說什麼 他說 香港已經不再過往以前的香港了 這是什麼 他說 現在 香港已經是一個 徹徹底底的中國香港了 一向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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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你自己的新聞 看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 香港 他說 其實 香港政府已經是 不能夠 不應該 再在外面 設立一些 這些經濟貿易辦事處 能不能夠呢 就不是他說的 真的 就不是他說的 但是 他 是不是無能用呢 我說真的 他真的沒有什麼能用 你看看他可以做什麼 黑衣 對不起 我又以貌取人了 OK 所以 鍾翰林就說 來到這裡 希望是 可以令到他們知道 這些經濟貿易辦的活動 是不受任何人歡迎 但是 他們只有十多人去示威了 真的不受人歡迎 出席的二百人 他們的示威只有十多人 有本事你就出席幾百萬人出來 對不對 鍾翰林說 要令到出席的人士知道 他們現在 這些在英國的香港人 一些潛逃了的香港人 其實 仍然是為了香港的事 希望可以做些事 那就是 其實他們不打算移民的 喂 那你不要打算成為一個英國公民 你那個BNO沒有用的 你不要打算做BC仔 是不是 那 有什麼意思呢 他又說自己是香港人 喂 如果你覺得你是香港人 你是不是應該違法香港負責任呢 就是 你回來香港這邊 是不是 他呢 就說 希望可以為香港發聲 等等 不過呢 現在就在英國這裡 就更加大空間 有 哦 英國 有更加多地方 很多地方 都是沒什麼人的 那你就繼續在這裡發聲 有什麼意思呢 是不是 那麼呢 香港的商警務局長 就 照了這個英國的總理事 來見 就到這次倫敦經貿辦這件事 被這些中漢林這些人 騷擾表達極度不滿 要求保障我們的權益 免受滋擾 然後 喇 中漢林呢 搞這件事出來之後 又給了些麻煩 這個英國的官員 這個也是美國之音的報道 就說 我們香港官員 就是商警局局長 尤彥懷 就照了這個 駐英總理事 就見面 表達關注 和極度不滿 要求保障我們的權益 和日常的運作 那麼 我們 我們的商警局 其實我覺得是 做得很好 非常之好 那麼這個美國之音 也都是 走去問我們香港政府 這件事是怎樣的 那麼我們香港政府 有回覆就說 示威者騷擾參與酒會的人士 妄圖是阻撓一些 倫敦經貿辦的正當工作 那麼 倫敦經貿辦也都即時報警 要求 當地警方去嚴肅處理這件事 我們香港政府發言也都好 強烈譴責一切 宣揚港獨 滋擾他人的行為 那麼 商警局局長 丘應華也都是星期四 就是特別 跟這件事 因為這件事 就叫這個 英國駐港總理事 去政府總部那裡 去見面 丘應華指出 這件事件 是嚴重干預到我們 駐英的經貿辦的正常運作 經貿辦已經和當地警察 報警了 特區政府高度關注和極度不滿 嚴正要求英國履行一些責任 保障我們經貿辦的合法權益 和保障經貿辦的日常運作 避免受到一些滋擾 有在場參與示威的中韓林說 他們很和平等等 喊口號傳單 沒有阻止他們進去 圍著門口叫沒有阻止 喊口號傳單 人們一邊走一邊 一邊無阻止 喊口號傳單 他認為香港政府說 他們光擾經貿辦的正常運作 荒謬 喊口號傳單 其實他知不知道什麼叫荒謬 喊口號傳單 算了他不懂了 這些DSE都考不成功 還不是不成功 好幾分 全部零等 還是怎樣 考不考到 有沒有資格考 喊口號都不知道 唉 真是 這班人真是 然後就說 我們粉飾太平等等 又說經常我們經貿辦 就是針對海外的部長和政客 對香港的言論去反駁 這是超出經貿辦的職權範圍 蛤? 為什麼超出? 我們維護我們香港聲譽 讓我們香港可以招商引資 得更加好更加多 為什麼是超出了我們經貿辦應有的職權 當然他不會知道什麼是我們經貿辦的職權 他中英文都不太懂 是不是? 他怎麼會看到我們職權在哪裡 是不是? 然後他又繼續強辭奪理等等 又說 總之他們是沒有阻止運作的 總之香港政府是濫用權力的 但沒有證據的 OK 劉祖迪呢 就說 哇 香港政府竟然現在報警 好不滿 報警就報警 他說 他們現在在英國 是自由言論的 竟然間是報警 希望在英國剝斷他們的自由 這一個呢 就是中國共產黨 或者香港政府 政府的法律政權 的一個動作 左右他們的動作 整個過程裡面 整個示威的過程裡面 暴亂的過程裡面 是沒有人受傷 暫時英國政府的警察 沒有拘捕過他們 現在是很和平的 很符合當地的法律 但是英國警察 未拘捕他們 還是沒有拘捕他們 這件事 就未知的 就未知的 對不對 喂 還有啊 竟然說我們報警 是關於他們的言論自由 那又一報警 為什麼不報警 那有人打劫 我們報警 是否關於他們打劫的自由 犯法是犯法的 大哥 你不要那麼愚蠢 講完這些事情 對不對 當然啦 有很多移英人士 都講了不同的事情 那些提例都無謂的 總之這件事 就令到 其實英國的官員 是惹上了一些麻煩 要特意來我們 香港政府總部一趟 要特意給我們噴一下 那你猜他們好手嗎 搞這些事情 對於英國來說 對於他們外交政策來說 對於他們自己的政策來說 其實是毫無幫助 只會帶來麻煩 所以說真的 這件事 他們會不會被人射一射呢 我覺得可能會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告訴大家 你怎麼看這件事 那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 在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留言 訂閱文潔紳士的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